大家好,我是云燕 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金门鱼糕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过年时 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美食 每个人都会做 是一道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 非常好吃 想吃的就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新楚地区 过年时都要做鱼糕 昨天回乡下 鱼塘里拉着大草鱼 用着大草鱼来做鱼糕 这顺着鱼脊骨 将鱼肉提下来 这鱼骨不要 用力一撕 这鱼红可以不要 自己家里做就不剔除了 如果商用的话就要把鱼红剔掉 4斤的净鱼肉 将鱼肉放到盆子里 用清水浸泡一个小时 清水浸泡的目的是 是让鱼糕做出来白净 还要准备一点猪肥胶肉 一斤鱼肉放150克猪肥胶 放猪油也可以 635克多一点没关系 将猪肥胶肉清洗干净 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丁 就切成这样 切好以后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碗清水 准备110克生姜 60克大葱 生姜拍碎 加入碗中 大葱也拍碎 浸泡一个小时 泡一点葱姜水出来 这鱼肉泡好以后它就发白 将鱼肉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的鱼肉 逆干一下水分 将逆干水分的鱼肉 用刀刮出鱼肉 鱼肉刮的时候 中间会有这种小刺 将刺抽出来 里面的小刺全部提出来了 剁成鱼肉 这鱼肉剁好了 剁成这样 成泥状就可以了 剁好的鱼肉 放了8分钟 4勁鲸鱼肉 加上前面切好的肥肉 半一斤鱼肉 4个鸡蛋 16个鸡蛋 蛋清蛋黄分离 将蛋清打在这搅拌筒里面 如果鸡蛋小就放5个 这蛋清蛋黄分离以后 这蛋清里面 按照一斤鱼肉 加50克玉米淀粉 4斤鱼肉 加200克 用厨师机搅拌均匀 搅到非常湿滑 没有颗粒状 搅好以后的蛋清 像水一样 倒出来 放一旁备用 搅拌糖里放上 剁好的鱼肉和猪肉 按一斤食材 放125克葱姜水 这鱼肉和猪肉 加起来一共是5斤阿粮 加650克葱姜水 水称好以后 按一斤食材 加5克糖 一斤食材 放1克胡椒粉 一斤食材 放3克高度白酒 一斤食材 放2克鸡精 2克味精 一斤食材 放12克盐 盐现在不要放 要将葱姜水 打净以后 才能放盐 将这肉馅 放到厨师机里面 开始搅拌 一边搅拌 一边加水 水分七八次加 每次肉馅 将水吸收完了以后 再加下一次 搅拌15分钟左右 将肉馅把上劲 葱姜水 加完以后 加鸡蛋清 也分多次加 这鸡蛋清加完以后 然后继续搅拌10分钟 这10分钟以后 开始加盐 盐也慢慢的加 不要一下子倒进去 盐一加 这鱼肉 用肉眼可见的方式 看到鱼肉伤劲了 鱼肉伤劲了 它主力加大了 它的旋转的速度 就慢下来了 这就搅拌好的鱼肉 让鱼肉铲子上翻过来不掉 它就是搅拌好了 拿一块干净的纱布 用水打湿 铺到案板上 上面撒上一点油 将油抹均匀 抹好以后 把好的鱼肉 舀到这纱布上面 家庭做没有那么大的蒸锅筋 布包起来 先把布折过来 用手抹平 在另外一边再折过来 两单捏笼 摔一下 摔紧实 这样鱼糕蒸出来 它中间就不会有气孔 把里面的空气摔出来 摔好以后就是这样的 一般在大连三十的前两天做 我就一锅蒸三个 锅里烧上开水 水开以后 将做好的鱼糕放到锅里 盖上盖子 大火蒸35分钟 然后再转小火蒸5分钟 一共蒸40分钟 将蛋黄搅拌均匀 准备一把刷子 开 看这鱼糕 全部蓬松起来了 现在要把纱布去掉 弄一杯冷水 拍在上面 手上弄上凉水 不然烫 慢慢的扯下来 取不下来就沾点冷水 白胖白胖的鱼糕 非常的有弹性 搅拌好的鸡蛋黄 用刷子刷在表面上 刷好一层 开大火 盖上盖子 蒸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转最小火 这第一遍鸡蛋黄 已经凝固了 再刷第二遍 刷两遍以后 这颜色就非常的好看 刷好第二遍以后 再盖上盖子 蒸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关火 这金门鱼糕就做好了 盛出来放到这盖链上 烫死了 漂亮吗 漂亮吗 金黄正亮 这鱼糕全部做出来了 吃不完的放在保鲜袋里 冷冻起来 我们切开 切开尝一下 细腻光滑 正熟的鱼糕直接吃 可以煎着吃炒着吃蒸着吃 上火锅都可以 想尝尝的就试试吧 我是云燕 下次见